Odia Jungle 是约定俗成的女儿 拎着女婿回门的日子 女婿上门 小鸡没有魂 女方的家里 需要杀鸡宰鸭 隆重招待孤儿 有读者看到这里 会发出这样一个疑问 在历史上的初二日 都发生过什么大事 在这个不寻常的日子里 确实发生过很多的大事 小编就在下面 给您罗列一下 让您带九香菜 每第一刻 也能增加一些有趣的知识 并资助免察于酒后的谈资 一 耶律阿宝基 搬行契丹文字 耶律阿宝基 是一位雄才伟略的帝王 公元920年1月25日 他颁布了契丹的文字 契丹国原本没有文字 为了抗衡汉民族的文字 他就让手下创造了 根本就不具备生命力的契丹的文字 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哈哈了 但耶律阿宝基造字的精神 还是可嘉的 二通 画室 街1946年2月3日大年初二 发生了一期通 画室 剑 原本已经投降 正在接受改造的日 君 突然发生了暴乱 最后的结果很简单 暴乱 分子被很快干掉了 在这场暴乱 之中 有一个快速找到判乱 分子的方法 很值得让读者知道 当时 接受改造的日 君 家属的门上 过年不贴对联 这样东北民 主联 君 战士们 可以很快找到法 叛分 子的老巢 看到不贴对联的家庭 直接破门而入 一抓一个准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正式实行 1995年2月1日 当时的正月初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开始实行 做生意 不做广告 等于是在黑暗中 向美女眨眼睛 但话又说回来了 做广告不等乱忽悠 这不法律的颁布 等于规范了广告 不仅利于商家展开良性竞争 更是极大的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四 中国公布首例确诊高致病性秦 流 感疫 秦秦 流感是个可怕的东西 它不仅可以让秦类突然大批量的死亡 一旦人类感染了秦 流感 那也是会危及人的生命的 2004年1月23日 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二 中国公布首例确诊高致 病性秦 流感疫情 人类战胜秦 流感的号角 也正式吹响 五 浙江宁波动物园 老 虎伤 人事件 2017年1月29日下午2点正月初二 一个浙江宁波的游客 翻墙 进入雅各尔动物园 却捕入老虎的散养区 而惨 死在老虎的巨口之下 六 金庸诞生 金庸诞生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以碧渊 相信中国人都读过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 1924年2月6日 也就是那一年的正月初二 金庸先生诞生于浙江省海宁市 七 火星上究竟有没有水 我们都知道 火星是一颗干涸的星球 星球上面并没有水 可是在2004年1月23日 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二 火星快车探测器 在火星表面发现了水的痕迹 火星上有水的痕迹 这个真的是令人难以相信